大家好,為了要介紹一下 加伯的GP5890X的手機 Wi-Fi設定 然後呢,它這台機器的Wi-Fi呢,它有兩種模式 應該正確來講是有三種模式 三種模式 一種是呢,把標籤機本身這台呢 當成是AP模式 就是我們的手機呢 直接打開Wi-Fi 然後就可以搜尋到它 這是一種模式 那 我先示範給大家看 首先我們把標籤機裝好紙之後呢,我們把它做 開機 好 打開之後呢,它會呈現 藍燈電源燈的狀態 好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們把手機 1 的Wi-Fi 打開 打開之後呢,我們到Wi-Fi這邊呢,我們查看 這裡可以看到有一個叫做 Printer 4EAB 這台機器呢 這個Wi-Fi就是它 就是把它當成是一個 Wi-Fi 熱點 可以做連接 那 你點擊它的時候呢 它會做連接 那手機呢 手機它會提示你 因為 因為這台本身不能上網 所以它會提醒你 你連接的這個Wi-Fi呢 它可能無法上網 這是正常的 那等一下我會 做一些示範給大家 給大家看 那 這是講解第一個功能 那它的第二個功能呢 是 它這一台 可以去連接我們家裡面的路由器 而且它是透過無線Wi-Fi 去連接家裡面的路由器 那我們手機呢 也同樣可以用Wi-Fi 去連接家裡面的路由器 進而通過路由器去連接它 那手機呢 就可以上網 但是如果是AP的話呢 AP可以直接 連它 但是呢 當你Wi-Fi直接連它的時候 你的手機就上不了網 有這樣的落差 那第三個模式是什麼呢 第三個模式是 AP 跟 跟 這個路由器共用的模式 它有一個是單一AP 有一個是單一Wi-Fi 這是 主機連 路由器 然後另外一個是AP跟 主機連路由器是共存 那 這時候呢 我先 請大家 打開呢 瀏覽器 然後呢 在瀏覽器的這個頁面呢 我們輸入 網址 輸入 連接到我們的官方網站 抱歉 這個時候呢 Wi-Fi是 不能動的 我先讓它恢復 數據連線 好 再次 整理 這時候它會連接到我們的官方網站 連接到我們官方網站之後呢 你可以把我們的官方網站呢 做一個 放大 網站網頁的放大動作 把它放大一點 小心點到了 那在我們的網站上面呢 你可以看到有一個叫做下載中心 在下載中心 點下拉選單之後 可以在這個 看到有工具軟體 也有驅動程式 那我們找到 工具軟體的部分 然後選擇加薄 工具軟體加薄 好點擊之後它會去到下一個頁面 我們可以放大來查看 那這裡呢會有一些 一些 一些那個設置軟體 這邊有一個 兩個APP 有一個叫做 有一個叫做加薄 加薄打印機設置工具 舊版 然後有一個叫做加薄安卓打印機設置工具 新版 那 你要下載這個新版 然後點 繼續閱讀之後呢 到下一個頁面 點下載 那如果有提示的話呢 因為我之前有下載過了 那我一樣 我點再次下載 下載之後 你可以按開啟 開始之後點安裝 為了呈現比較實際的情況 所以我就用 手機直接連線做教學 然後 安裝完之後呢 你可以直接點完成 那我們看一下程式長怎麼樣 程式就這樣長這樣子 它叫做 Printer Tools 印表機工具 那你點它 之後呢 它有這個提示問你要不要 同意權限之類 就選 使用應用程式的時候就允許 那來到這裡你會看到它整個的 整個 它有一些英文 有一些中文 有英文有中文啦 設定這邊也都是英文 那你可以 加薄的軟體基本上呢 如果看到它的軟體或是APP變英文 你可以讓它變中文 那我們先 做一個設定 我們到 設定這邊裡面來 然後呢 把它找到 然後 這裡有一個一般管理 然後這邊有一個叫 語言 語鍵盤 點進去之後呢 你可以在上面的語言的部分 點擊進去 你找看看你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 簡體中文中國 如果沒有的話你可以去新增 那我已經 我已經有了我就直接選中國 選完中國之後我點套用 然後你會發現你的系統語言 都會變成簡體 那這正常的 選完之後我們再回到 這個軟體來看 關閉 然後我們再進去一次軟體 剛剛那個Tours 這個Tours的軟體 再點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它已經都變成 有一些 簡體中文的選項 那首先呢我們先來 查看一下 如何連接的部分 首先呢一樣 我們打開Wi-Fi 在Wi-Fi這邊呢 一樣我們選擇 選擇這一台 我們AP先跟他 我們先做第一個模式 AP連接的模式 AP連接的模式呢 就是 直接 打開Wi-Fi 連接 連接 你的標籤機 你的票據打印機 好連接完之後呢 他一樣會提示你說 這個是 沒有 不能連接Internet的 不能上網的 那你可以 可以 直接 緊這一次也可以 或是永久也可以 好 這樣子他就會保持連接了 這個時候手機已經跟他連接 然後回到呢 剛剛 這個軟體這裡呢 這個軟體這裡你可以點 上面 軟體這邊也還沒有連接 你可以點這個Wi-Fi 然後之後呢 這邊是一個預設值 標籤機 這一個型號的標籤機 通常他的預設值都是 192.168.123.100 這是一個預設值 然後他的Pro呢 就是9100 你就點確定之後呢 他就連接成功 連接成功之後呢 他會列印一張 測試頁 他會列印一張測試頁 然後你 這邊右上角的話呢 他會呈現連接狀態 這個時候這個就是手機直接AP連接 那你也可以直接 打印 英文測試頁 打印中文測試頁 那 接下來呢 如果你有 其他的 APP的話呢 有支援 有支援那個Wi-Fi的 這個時候 你只要 把APP 設定 IP是連接剛剛那個 192.168.123.100 那他就 APP就可以直接連接到他 去做列印 那 最主要也是要你的APP有支援Wi-Fi 印表機 才可以 這是一個重點 那 第二個重點呢 那這個時候我們 手機連接他 那我們手機就沒有辦法做上網的動作 那 有的人就會想說 可是我想要連接他 那我又想要做上網的動作 那怎麼辦 那其實也是 很簡單 首先你 先做一個動作就是說 你先查找 查找一下 你的 點到這個Wi-Fi功能這邊 裡面去的時候 你先查找一下你 你們 家裡面的Wi-Fi名稱是什麼 Wi-Fi名稱是什麼 我就舉個例子 譬如說就是 這個 DAI DAI Wi-Fi 然後 A 2.4 HG 假設說這個名稱 好 那 查找之後呢 接下來在這個時候 連接這台 標籤機 他現在連接失敗 再點一次 好 那至於他每次連接成功 他都會印一張 這個功能可以關掉 那他這邊有一個設置的功能 這裡面有一些功能 這邊有一個叫做 連接成功的時候 就打印 那你可以進去裡面 設定 設定說連接成功不要打印 也可以這邊裡面是一些調整的工具 那 接下來要講的 比較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我們回到首頁 現在是連接狀態我們是屬於AP的 那我們要切換模式 我要把這台機器切換成另外一個模式 機器一般出廠預設都是AP模式 點這一個設置 點這一個設置 這個蠻重要的 這個可以仔細聽喔 點這個設置之後呢 接下來這邊有一個設置WiFi 點設置WiFi之後呢 他會 跟這台機器做通訊 通訊之後他會先找到 AP AP的 IP 找到之後呢你可以點 上面點他一下 他就會讀取 這台機器的IP數據 以及他的設定 讀取完畢之後呢我們可以看到AP模式呢印表機的 標籤機的名稱是 叫這個名稱 名稱你可以做修改 然後接下來是IP IP你也可以做修改 但是改完之後你要記得 那網關呢基本上不要去改他 那這邊呢是屬於上面這邊是屬於AP的部分 我們點到 AP斜線 STA 的部分呢 點到這裡的時候你會看到底下有一個叫做 多了一個叫做 STA的 多了一個叫做STA的時候呢 你可以把這STA這邊設定 DAI DAI 就是剛剛我們你的就是你的WIFI名稱 然後底下輸入你的密碼 DHCP呢 你可以分自己分配也可以不要自己分配 那你如果是自己分配的話那你得要 得要去知道 這台機器他的 的網段是什麼 那我們的網段是192.168.0的網段 那 你如果不知道的話你也可以 先這邊 DHCP 先預設值 讓他自動抓取 然後呢 最主要就是說 這個無線網路的名稱 跟密碼 要正確 然後正確之後呢 輸入完之後你點 設置 點完設置之後他會說 功能需要重新啟動 才可以生效 才可以生效 接下來呢 這個時候 他 機器的部分呢 他這一個部分 這裡有可以 就是已經把這個STA的 連接 機器就會去連接我們家裡面的WIFI 也就是說STA的模式呢 其實就已經是啟動 就已經是啟動了 然後接下來 呃 看一下 好接下來我們可以把 機器做一個關閉 再打開 這時候做關機 然後再打開之後呢 關機再打開之後 然後你的WIFI會斷掉 WIFI會斷掉 再去做一次WIFI的連接 WIFI斷掉之後他會去連 應該會去連你家裡面的 那他如果去連你家裡面的 你就把他連回去 連回去這台 印表機 等他連接完畢 好 連結完畢一樣 緊這一次喔 接下來呢回到 這個軟體的部分 一樣我們點 先點WIFI 然後先連接他的AP AP的模式 他一樣 會印嘛 然後呢 接下來一樣到設置這邊 然後這邊有一個叫做 設置WIFI 點進來 這是跟之前同樣的操作啦 點進來之後他會說發現一個新設備嘛 然後一樣點上面 讓他去讀取你的設定 好啊讀取之後呢我們再切上面這個功能 STA 他會去讀取這個部分的設定 他沒有讀出來 好如果沒有讀出來的話我們就是再連接一次 如果找不到那你就回到主頁 進行一次連接看看 看是不是剛剛連接斷了 現在是連接狀態啦又上面是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再來 再去讀取一次看看 發現一個設備再進去 現在的標籤機已經是連接到我們家裡面的WIFI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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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 再試一下看看 等一下我們先把它 我這邊是有連接狀態正常的 那沒關係我把軟體關掉重新開一次 請連接 那我們就做一個連接 這裡這裡 這裡這裡齁 它是連接AP 我們輸入的這是AP AP之後它會連接嘛 那 接下來呢我們還是一樣 我們要去看 看什麼看 家裡面WIFI它的IP被分配了 幾多少號 所以呢 去設置 WIFI這邊裡面看 正常連接 正常連接就是出來應該會有的 AP模式的密碼是空的 然後一樣點右上角這一個 點完之後呢 在這裡 這裡它還是自動分配的狀態嘛 當你把這個選 這個把它選掉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 ㄟ 你的電 你的 路由器 分配給我們的IP 就是192.168 0.1.198 0.1.198 那也就是說 記住這一個 記住這一個 當你這台 這台機器連接到你家裡面的WIFI的時候 這台機器呢 它的IP是 這一個 那但是要注意一點 這個如果你設定自動的話 如果你設定這樣子自動 那它每一次 連接都可能會變 所以呢 我會建議 它抓到之後呢 你就把它切掉 用它抓到的這個數值 把它按設置 按完設置之後呢 它就會固定 是192.168.1.198 記住這個192.168.198 好 接下來呢我們把 機器 因為我們剛剛有設置了嘛 讓它固定連接那個IP 再重新打開 這一次打開之後呢 請注意喔 我們這個WIFI呢 我們不要去連接機器 接下來打開WIFI 然後呢我們 它也還是AP 它還是有AP的模式在裡面 所以呢 你還是會 它把名稱改成這個 點100 沒關係 所以不要去連接這一台機器 你去連接 你的WIFI就可以了 連接你的WIFI 那我們輸入 連接到家裡面的WIFI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手機呢 它是 可以上網的 狀態 記得 這個時候連接WIFI 我們的手機是可以上網的 就隨便點一個代表 譬如說我們點Youtube出來 它是可以上網的狀態 好 那 可以上網的狀態呢 我們要去連接它 這等於是 我們不是AP連接它了 我們必須要透過我們剛剛那個IP 去連接它 所謂的 路由器分配給它的192.168.1.198的那個IP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必須要 打開工具 然後在 上面點WIFI 這時候把這個IP呢 改成 改成你 Apple Pay給你的 我們是點 剛剛看到的是 點零 點 1 98 點1 點198 我應該有點忘了 反正 好像是點零點198吧 剛剛好像是這個 還是點1 好像是點1耶 好點1點198好了 希望我沒有記錯 好 那這樣就連接完成了 那這個點1點198是怎麼樣 就是我們的手機 是跟家裡面的路由器連線 然後這一台呢 也是跟路由器連線 這台的IP呢 就是剛剛那個 點1點198 然後呢 到設置裡面 你也可以看 AP不變的喔 AP同樣是192 然後這個時候它會出現我們連接的是 哪一個IP 我們是連接 168點1點198 點進去 它會 它會 手機透過路由器然後再去連接這一台 那 這部分是我們剛剛不小心去改到它的名稱 這個名稱 不用擔心 這可以恢復原廠預設值 右上角有一個恢復出廠 如果你如果你設定錯的話 你就把它恢復出廠就可以了 這個名稱你喜歡改怎麼樣 就可以改怎麼樣 你可以把它改12345也沒關係 然後 預設的AP沒有變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連接 連接家裡面的WiFi的 這邊沒變 然後呢 這裡打開看 我們是 192.168.1點198 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這個樣子 這樣子你就可以直接 手機又可以上網 然後呢 可以透過家裡面的路由器 控制它 同時呢 家裡面 你所有其他的手機呢 都可以 直接 連 這一個 區網IP 所有的手機或是所有的裝置 都可以直接連家裡面的WiFi 然後 輸入 這個192.168 1.1.198 就可以透過它 去做列印的動作 然後手機同時間 還是可以上網 這是 WiFi設定的一個模式 如果呢 你想要恢復原廠設定呢 其實 很簡單 你在這個 這邊點一下 恢復原廠設定 它這邊會講說 它會幫你把名稱改成 Printer 然後亂數 然後 這邊 會改成這樣子 然後 問你確不確定 你只要點確定 它會說發動成功 然後需要重啟 才能夠生效 再把機器關閉 再重新打開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我們因為已經 恢復原廠了 所以它的 WiFi呢 它的機器呢 是已經不會去接 不會去接那個路由器了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你 你如果點 回到主頁呢 如果你點 WiFi 用之前的192.168.1.198 請注意 你就連不到 你就連不到 因為 它已經 主機裡面已經不知道你這邊的WiFi 名稱跟密碼 所以它會連接失敗 那我最終 再重新跟大家講一個流程 利用AP模式連接它 然後進去裡面 設定WiFi的 名稱跟密碼 寫入之後呢 寫入之後 把機器關掉 重開 然後再進去裡面 查看 一樣用AP的模式 進去裡面查看 這台機器的IP 是多少號 查看完之後呢 一樣 再點一個儲存 重開 之後呢 直接WiFi連接裡面的網路 然後呢 這裡連接輸入 你查看的 那個位置 就可以了 像這個時候我們要連接 我們只能夠用AP 去連接 那POR的話不要去改它 POR的話不要去改它 喔 對了 差點忘記 AP連接的話呢 一定要把 一定要把WiFi 先做連接才可以 因為我們現在是連家裡面的 一定要把WiFi去連 我們剛剛有重置過了 所以它的名稱變回來了 變成這個 4EAB 先AP連連它 然後呢 再來這邊 再連接一次 這時候才 它才會 連接成功 警線本次 然後這邊一樣 再連接一次 這樣AP就成功了 大致上就是如此 另外其他的這些設定呢 這邊有一些 你不懂的功能呢 我建議不要去動它 如果你是不懂的 有些功能你是不了解的 你可以不要去動它 那這個工具其實蠻好用的 它 可以對應 很多不同的機器 它也可以測試藍牙 然後也可以 測試USB 不過通常 手機我們 頂多是測試到WiFi跟藍牙的 其他的應該是 用不到的 那旁邊這邊呢 有一些參數 這樣 點這一下 點這一個 它會打印自我測試頁 這是一個 這是它的自我測試頁 然後這個貼換指令啊 什麼之類的 反正我會建議說 其他不知道的功能 其實不要動 避免把機器 弄出問題 然後其他的 像這個機器沒有藍牙 藍牙這些功能都是沒有用的 大致上就是如此啦 然後有一些 有一小部分的 像這個的話 就可以去 透過這個工具呢 去查詢狀態 像點這個查詢狀態 它會說打印機連接正常 查詢型號呢 這台叫做GP598 然後連續打印 一份兩份三份這樣子 然後呢 測試頁 大致上就是 這樣子啦 然後呢 打印前 檢查狀態 就是檢查有沒有連線 然後這是測試頁的 參數 票據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所以這個是用來測試 工具 然後它可以設定 WiFi 連線的部分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那影片到這裡 希望大家看得懂 如果 相信有一些 對電腦熟悉的 應該都 看得懂啦 但是不熟的 你就是 稍微多看幾次我們的影片 然後稍微理解一下 測試一下 應該 你就會了 這個其實 不難 不難 好 那影片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感謝大家 掰掰